欢迎您的收听 我是凯宇 您最好的阅读伙伴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凯宇 凯宇今天为各位带来这本书 叫做获利世代 非常激励人心的一个书名 获利 那这本书呢 有两位作者共同传述的 那其中一位是亚历山大奥斯瓦尔德 另外一位是伊夫比纽赫 外国人 那重点不是外国人 重点是在于呢 我很少在市场上看到一本 关于商业跟商业计划商业发展的书 是用这样的方式呈现 里面呢几乎它完全按照 我们所谓的左右脑联合的学习法则 去做整个版面的设计 所以我就在想 这么样用心的一个出版社 到底是哪一家书的呢 这样一看早安财经果然 早安财经呢在2012年的12月推出 所以我现在录音的时间是2013年的5月 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骂我 怎么这么好的书这么晚才做访问 可是呢不好意思我也有我的坚持 我的坚持就是呢任何书我一定得自己看完 并且呢稍微沉淀一下这本书对我的影响跟想法 我才开始做录音跟专访 我想好久成甕底 为什么这么说呢 那个时候我在做获利世代的这本书的约访的时候 心里也在想 到底能够谁来上我的节目呢 因为毕竟这样的一个主题 它需要高度的具有食物上面的一个能力 和食物上面的一个概念 最好它本身也要具备有 去把它想的东西能够正确无误的去做传递的这样的数值 结果呢黄天不负苦心人啊 他们帮我邀请到的就是这一位 我其实已经在线上世界订阅他的网址 已经订阅非常久了 每天收到他文章的滋养 那这一位呢就是获利世代这本书 导读文章的传述人林芝成 杰米 杰米你好 凯玉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杰米我们知道你长年以来 尤其是你自己的过程 你曾经是一个很年轻的创业者 那这中间很多成功的经验 当然也有不少失败的经验 是 OK 那除此之外呢 我觉得除了这样的过程 让我觉得比较特别也感动的地方 就是你现在全新的在投入 AppWorks这个育成计划里面 是 对 那我在想哦 在谈获利世代之前 我很想先邀请你谈这个AppWorks 因为书毕竟它是一个已经固定出版的东西 是 那你里面的导读里面写到 其实商业计划它本身必须是要活的 因为人是活的市场是活的 对 那么我就透过先从你谈你自己 比较活的经验跟活的想法 来我们回头印证一下 获利世代所说的东西 好没问题来吧 对 这样好像我在出考题 OK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就是说AppWorks的 它的一个发想的一个开始 到底是怎么样开始 其实当初是这个0809年 那个时候刚好是全球是金融海啸 如果开语还记得的话 那也同时在金融海啸发生的同时 在我从1999年第一次创业 就加入了这个网路产业 在我那时候人住在纽约 在那个时候在北美正在发 发生两个非常重要的革命 第一个革命是这个整个 Facebook平台的崛起 那这个平台的崛起 其实带来了一个很关键的改变 我称它为 人类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革命 这个革命是什么呢 就是你记不记得还没有Facebook 以前我们在上网的时候 通常是用一个这个 8到12个字的字串组成的ID 对 那戴了这个面具之后 我们上网之后发言 基本上是以这个匿名的形态在发言的 而我们以前在网路上交的朋友 这些人叫做网友 对不对 你跟他约见面的时候 还要带着玫瑰花 或者是这个很怕碰到恐龙之类的 这样的事情 还要摇摇的观察 对对对对 所以以前网路是一个陌生人 互相交流 匿名的场合 但是在08-09年 Facebook其实是04年创业的 但是到07-08年的时候 在全世界才渐渐的崛起 它的崛起带来的一个运动 叫做全网路的一个实名化的运动 我们现在在Facebook上 大家基本上都是用实名在交流 而且在Facebook上的朋友 300个500个都是你真实生活的朋友 大部分 那你跟他见面吃饭的时候 是常常在发生的事情 也不用带玫瑰花的 那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大的革命 事实上电脑从来 或是任何人类的组织 从来没有这么大规模的知道 你的个人你是谁 你的朋友是谁 你跟你朋友之间的亲疏远近是什么 你跟他们有多长沟通 你跟他们多熟 甚至你现在的Facebook首页 如果你有注意到的话 你的300-500个朋友 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出现在你的首页上 是的 那有些人他 其实有贴照片 可是Facebook没有拿给你看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Facebook觉得你跟他不熟 所以他就不给你看了 Facebook觉得你跟他不熟 他判断你跟他不熟 这句话有意思 所以久而久之你就跟他真的变得不熟了 所以现在电脑不只知道你的identity 不只知道你的朋友是谁 不知道你跟他们的亲疏远近 而且他还可以影响你跟你朋友的亲疏远近 你把这个事情放大到他现在有11亿 每个月有11亿活跃的用户 这是多么恐怖一件事情 在人类史上第一次有这么大规模 人类的社交行为不但被某一个组织所认知记录到 而且它可以影响你的社交行为 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典范转 一个平台式的转变 所以08-09年当这件事情在发生的时候 我们在美国观察到觉得这个是会变成一个全世界非常大的运动 第二件事情是07-08年刚好iPhone出现了 他主推的是行动上网这件事情 那我们都知道以前网路虽然很厉害 但他毕竟是被绑在桌面上的 一天中24小时你可能8个小时在睡觉 8个小时在桌面前 另外一个8个小时你是没有网路的 所以以前我们当你要出去外面玩 查了Google Map之后要怎么办 印出来对不对 带在路上走对不对 可是智慧型手机的出现 它会改变这件事情 让每个人随时随地都可以上网 这又会带来另外一波很大的革命 就是以前网路边长莫及 没有办法颠覆的东西 现在有了行动上网全部都可以颠覆 那这两件事情当在美国发生的时候 我们觉得网路会对网路 会让网路带来第二波非常大的影响的发生 那那时候我人住在纽约 跟我的老婆小孩 其实基本上已经要移民美国变美国人了 我拿到绿卡老婆小孩都是公民了 那时候我就突然觉得 好像有什么在呼唤我 召唤你 召唤我 觉得好像台湾这样下去很危险 那必须要回来做些什么 必须要在这个软体跟硬体的这些世代交集的过程中 帮台湾在软体跟网路的这个世界 找到一个立足点 找到一个竞争优势 所以那个时候09年的时候我就开始计划说 我可以为台湾做什么 那研究的结果 那有些前因后果啦 最后决定要做这个AppWorks 那我觉得 那个时候觉得它是一个用很少的资源 就可以创造很大的效果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一个事情 所以就决定搬回来台湾做 所以那个时候是一个 想要推动台湾的网路产业 想要推动台湾的软体产业 让台湾在包括在行动上网 包括在后PC时代 在社交时代的网路 在社交时代的科技世界里面 不会缺席这样的一个动机 不会来做这件事情 是 我自己身排有一些朋友 他本身也是做网路 或者是行动网路相关的一个创业者 那么我每一次跟他们聊天的时候 他们最经常跟我说的就是 现在还在烧钱 就是经常听到的 那通常他会有一个时间轴的pattern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跟我分享很多很多的梦想 然后最后一句话说 现在还在烧钱 隐约当中有一点得意 因为我是一个开始者 我是一个pioneer 然后呢 过一段时间之后 他又跟我讲一堆他所碰到的问题 然后现在还在烧钱 但是这时候讲了就有一点点紧张感 但是又还是充满希望 可是到了末期就是呢 他跟我讲了 这个市场真的不如同他想的 讲一堆 钱快烧完了 对对然后最后一句话 现在还在烧钱 对然后就像你说的 钱快烧完 那我说实在一点 他当初刚开始讲的 那个神采完全就不见了 对所以其实就以 说实在创业 无非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想法 这为七点 无非我们想要可能说的远大一点 叫做改变世界 是 但是他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就叫做获利 对 没有获利一个好的模式 是没有办法生存的 是 所以其实回到获利时代 您自己的这样的创业经验 包含你在Apps Work裡面 輔導了這麼多的一個創業者 當然我們知道 就算我們輔導能量或能力再好 其實他比例上來說 失敗者還是容易是多數 所以你覺得在整個 所謂的獲利的思維 尤其透過這一本書 它裡面提到的一些要點 如果要去提煉 當然這樣很殘忍 整本書這麼厚 如果要去提煉一個 你認為最重要最重要的關鍵 那會是什麼 其實這個問題非常好 當然每個產業不一樣 不過我所屬的產業 它屬於一個是 比較大者恆大 的產業 所以你在路邊開一個早餐店 我覺得你的成功機率 大概是可能五成 甚至七成 如果你要做功課的話 其實地點選對 就已經成功一半了 那在網路上 做一個網路公司 你的成功機率 如果有5% 就很了不起 對 所以那個dynamics完全不一樣 對 那所以在網路上 因為 尤其是軟體 我主的公司 因為你做的任何事情 都很容易被人家複製 說實在的 Facebook 其實主要是複製 它之前的 MySpace跟Franster 的模式 它的產品 因為你的產品很容易被人家複製 所以光靠產品 作為競爭 優勢或作為競爭 門檻是不夠的 而你需要的是一個 一整個商業模式 對 這本書當然中文翻譯 範圍獲利時代 因為我覺得這應該是跟 範圍獲利時代比較容易賣 對 其實它的 它的英文其實叫做 Business Model Generation 就是商業模式這個世代 所以它在講就是說 當所有的產品 像硬體軟體都越來越 Commodize 就是越來越 其實Commodize這個字 我一直很難找到中文 不好翻譯 Commodize就是一個 平凡化好了 對 產品越來越平凡 越來越容易被人家複製 可取得 可取代 複製 容易複製 對 那毛利越來越低 對對 你需要的一個 競爭優勢 只是一整個模式 而不是只是一個產品 等於單一 單一優勢 單一特色 已經不足以構組成一個門檻了 對 就是說你的一個Business 一個商業的組織 產品只是其中的一環 那你必須要建構一整個Business 方方面面都要有優勢 你才會成為一個成功 長期可經營的 的一個商業企業這樣 對 所以其實在這本書裡面 如同剛剛 Jimmy所說的 它裡面 其實我喜歡這本書的原因是什麼呢 就以一個學習的角度 當然又回到我自己學心理學喔 有一種學習的方法是非常好的 就是一句話配一張圖 對 那麼我覺得它就是一個概念去配一張圖 然後呢 去讓你很清楚的知道一些 在整個所謂的Business Model 你在建構的過程當中 它們有哪些重要的元素 而這些元素之間又怎麼樣交互的互動去影響 我覺得這本書如果就是你按照它裡面所說的真的 就是step by step 然後呢去處理 我覺得人 學習最難的就是處理自己心中的小聲音你知道 所以你在看的過程當中就這樣嗎 真的嗎 真的是這樣嗎 就很多自己的 會讓你分心 對 就是自己的OS 可是我覺得它已經盡量做到就是 它幫你去處理掉那個小聲音 但是你就跟著去做 我想至少就會有一個相對好的起點 其實我覺得凱宇提到這本書 就是非常的左右腦病用的 這一點我覺得是非常有趣的 因為你去看他們在設計這個整個Business Model Canvas 就是這本書的要點 它是在教你這個商業模式畫布 它在教你這一個東西的本身的思考 它就是非常左右腦病用 對 就是說事實上一個商業模式可以分成幾個元素 它這本書裡面把它分成九個元素 但是它並不是讓你調列式的 去把這九個元素列出來 對 它做了一個非常有趣的視覺化的架構 讓你可以把這九個元素放在這個 我們戲稱為九宮格的這個畫布上 對 除了了解每一個模式裡面有什麼元素之外 你可以比較容易的去看 視覺化的去看出來 元素跟元素之間的關係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設計思考 非常左右腦病用 非常圖像式思考跟教育的方法 因為通常我們在以前的這種商業計畫書裡面 把這些商業模式裡面的幾個關鍵點寫成一個長文的時候 當你看到後面就忘記前面了 對 你不太能夠去體會元素跟元素之間的關係 但當你把它放在一整張圖上的時候 你可以有一個重覽的方式去瞭解 你想要建構的這商業模式 其實對於人腦是非常容易 或是容易很多 消化跟吸收跟比較跟想辦法讓它更好的 那個模式是容易很多的 其實在您的產業 或者是你所輔導的主要產業裡面 應該碰到很多所謂的左腦人喔 他完全沒什麼右腦能力 其實應該是 其實因為工程師 我們副導比較多是網路公司 網路工程師通常寫程式的時候 就是有點像我們在寫文章 是一篇 一個邏輯 從頭到尾的這樣的邏輯 但他比較少是用視覺的方式去協助他思考 是的確的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當中 我呼應一下 您今天在你的網址上所發表的文章 這個書名叫 這個文章名叫 《創業CEO好策略與壞策略》 對 其實我經常看到 因為我自己也接觸很多老闆 因為我的專業 他們有時候會把我當顧問 或者問我一些問題 結果呢 其實商業模式 平常講我是不懂 所以我才會當顧問 我自己沒有能力當創業者 公司才收掉這樣子 講起來蠻好笑的 好題外話 我拉回來 重點在於就是說 當我碰到這些左腦人的時候 平常講 他經常是拿一本厚厚的資料 告訴我他公司在做什麼 然後要不然就是用很多 PowerPoint 很厲害 那個畫面都做得非常漂亮 可是我還是聽不懂 對 所以我經常就問他說 你可不可以一句話告訴我 你到底要幹嘛 對 那我看到你這篇文章 好策略與壞策略 似乎也在呼應這一件事 但是我想我沒有辦法這麼精準 跟精緻地說 所謂的好策略壞策略 我考慮到的一點就是說 我們的聽眾 我一向在做有聲書評的時候 我不取代閱讀 對 我覺得每本書都是這麼 珍貴的一個知識系統 我覺得你真的想學 你得自己拿出來看 可是我當一個那個重要的門 跟重要的窗口 對 我讓你知道有這麼回事 所以如果 如果從這個角度跟出發點來看的話 所以好策略跟壞策略 對你來說 以你的實際經驗 那個 有時候難就難在那個一句話 是 那到底要怎麼出來啊 嗯 我覺得是這樣 就是說 好策略呢 是 不但是要 不但它 當然你不可能知道一個策略 對 百分之百知道一個策略 自信下去會是好的結果 對 但是你大概可以 預想得出來 把這個策略執行下去 它有好結果的 可能性是很高的 嗯 除此之外呢 其實它必須要讓人家很容易理解 對 因為真正在執行策略的 不是老闆本人 是 如果你的策略 讓下面的人很難理解的話 基本上 它很難有你想要的執行結果 嗯 所以一個好策略 不僅它的本質 必須要是 一個 合邏輯的 策略思考 它的語言 必須要讓人家非常容易理解 對 這讓我想要大陸在改革開放的時候 鄧小平最有名的一句話領導 是 就是他對很多事情 就一句話就講完 對 不管黑貓白貓會抓老鼠就是好貓 對 那我們的總統都喜歡十六支真言 就太長了 天啊 然後真的遇到什麼問題的時候 就要來搞個真問比賽 也不知道為什麼 對 欸 這樣有點皮感 OK 那其實我這麼問喔 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說 其實我們剛剛在錄之前 你也提到 對於一些 呃 創業者 來說 其實他有兩種思維 對 一種是top down 一種是button up 對 的這樣的一個思維 其實我覺得不管是哪一種思維 我自己看到比較 令人膽戰心驚 因為剛好我最近身旁也有 呃 算是我的 我的親戚要創業 那 最長的一個狀況就是說 我覺得創業是需要有很大的勇氣 而且很重要的堅持跟心理素質 對 可是呢 我覺得他把 我們俗稱 我們俗稱把很多事情想得太完美 或者是好像似乎不會有問題 然後 這讓我覺得一個很恐怖的地方就是說 就好像 有點呼應剛剛我們所說的那種 top down的那種思綠 對 就是喔我只要怎麼樣就可以怎麼樣 嗯 因為我們台灣現在都在講求追逐夢想 對 那夢想就很浪漫 對 對 那你是一個實際每天在跟這些人接觸的人 是 那有沒有辦法 或者是我應該這麼說吧 就是說碰到這種 欸可以說他們不切實際嗎 我通常叫無知的樂觀 對 碰到這種無知的樂觀 對 如果你要給他們一些建議 剛好他們都在聽我們節目的話 對 你會怎麼樣不管是修理他們也好還是點醒他們也好 對 一開始我在做AppWorks的時候 因為我們是在做創業預測 所以一開始我們會比較心急 會去把它點醒 甚至想要把它搖醒 甚至有時候比較激烈一點把它打醒 後來發現這都沒有效 因為當他活在那個夢想美好的泡泡裡面的時候 你是戳不破那個泡泡的 唯一能夠戳破那個泡泡就是現實的殘酷 所以你該做的事情是把它連著那個泡泡往現實推過去 讓現實把它戳破 所以通常碰到這種所謂的無知的樂觀的創業者 我們都是鼓勵他 好啊沒問題啊 你趕快把產品做出來 推到市場上 你馬上就會賺大錢大勝功了 那等到他把產品推出來上市場那天 他就會發現根本跟他想的不一樣 我想以後齁應該要找你做一集齁 就是關於你怎麼樣有辦法說出這種話的歷程 這對你來說應該是很大的學習跟考驗這樣 是啊是啊 因為你會發現你的教學方法沒有效 你就要改 是 其實我也碰到為什麼搭著我們前面的問題齁 其實像在這本書當中的第67頁 他就有提到所謂常委的概念 對 那我真的碰到很多創業者 當我跟他講說可能有很多的前提啊條件啊限制 你必須要去思考的時候 他經常用常委這個概念去舔我的嘴 你知道嗎 就說我做的是常委啊對不對 是這一類的 可是事實上來說 我覺得知識的普及和容易取得的時代 經常會有這種狀況 因為永遠有很新 然後他又很能夠朗朗上口的詞 去把一些實際的經驗把它變得 這麼講好了 把實際的經驗 狂定在一個可能是舊思維啊或等等的 對 但是其實我也 我在這本書也看到 他說常委商業模式的要件 是低存貨成本和強大的平台 好讓有興趣的買家得以獲得立即商品的內容 對 所以這種有很多 我覺得創業它本身就是一連串的depends 嗯 就很多事情是depends 它是有有特殊時空狀況跟情境的 是 那你在這種狀況底下 從你自己的創業經驗 跟你看待很多人的創業 嗯 的時候 你怎麼樣去 我應該這麼講 你怎麼去換位思考到這麼多不同的depends 因為每一個創業者 每一個不同的時空就是一個獨立的個案 是 所以這就是 我覺得這本書教了這個商業模式畫布 厲害的地方 是 其實他如果想到一個idea 你要幫他分析 你只要幫他把他的idea放在這個畫布上 是 你馬上就可以告訴他 他的某一個環節是有問題的 是 比如說我剛剛說 我們剛剛說做這個常委 嗯 你在 第一個在你的通路段會有問題 因為常委的客戶 by definition 一定散播在各地 你要怎麼樣有效的用一種通路 或是少數的通路去把他們抓住 嗯嗯嗯 第二個是常委的客戶 他 勢必他的需求是非常多元的 對 你怎麼樣有一個好的 價值訴求的策略 能夠滿足這些多元的需求 而且很零散對不對 很零散 再來常委的客戶 他 你必須要用 像剛剛講的 要用某個平台去讓他們蒐集起來 是 你能不能蓋出一個 能夠蒐集到這些人的平台 是 再來常委的客戶 他的怨婦價格 一定遠遠低過大頭的客戶 是 否則為什麼廠商 之前的廠商不願意服務他們 所以你的營業額一定是比人家低的 對 每一個用戶的營業額一定比較低 但是你的每一個用戶的成本又比較高 嗯嗯 所以當你把這些東西 畫在一個商業模式畫布上的時候 你就可以很明顯的highlight出來 這個常委策略跟人家的大頭策略 有差異在哪裡 所以他必須要把哪幾個點 找出solution 他的這個商業模式才有可能會成功 是 所以其實我還蠻感謝這本書的出來 其實我在這本書還沒有進台灣之前 我們在Appleverse用這個書的內容 已經用了快兩年了 就是說這本書一推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用這本書的內容了 因為我發現用這個商業模式畫布 非常容易的能解釋給我們那邊的創業者 聽他正在想的模式 有哪一些問題 哪一些必須要被解決的點 對我太喜歡你說的商業模式畫布 我覺得 因為老實說一個人要具備有創業 他某種程度 他一定要他的一個心理素質 跟他的心理條件 那麼在這樣的素質跟條件 我常常說他就是一個兩面刃 他一方面可以讓這個人有非常強大的韌性 但二方面呢 也會讓這個人非常的韌性 第一個韌性跟第二個韌性是不一樣的 就是 講不聽啊 就是不見棺材不掉淚 不到黃河心不死 對 那麼我覺得真的 獲利時代我真的順的這樣子看下來 真的 其實你只要願意照表操課 照著裡面去填 因為你的Depence 你的背景的各方面不一樣 可是我覺得這本書厲害就厲害在於說 你照著他去做 你可以找到屬於你自己獨特的一個商業模式 而且是一個相對 就是兩種嘛 一種就是說 你根本在一個漆黑的夜晚上 沒有帶燈出去 然後你要去探險 另外一個就是 如果有一個好的商業模式的畫布 這樣的一個策略 你先做完這樣的功課 你等於就帶了一支好的手電筒 蓄電量強的手電筒 帶你去探險 沒有人能夠告訴你 你是否能夠找到最終的寶藏 還有其他的條件要配合 但至少你永遠 我覺得真的一個想創業的人 我覺得第一次創業就成功 對他也不見識的是好事 是非常壞的事 所以其實我有時候 關鍵不在於這一次的成功和失敗 關鍵在於我們知道我們成在哪裡 而又敗在哪裡 以能夠讓我們在未來的日子跟生活當中 或者在整個創業生涯當中 能有更多的經驗跟參考 當然最重要一點就是 也能夠跟 Jamie一樣 假以十日再有一天 能夠成為一個非常好的創業教練 好 你突然不知道怎麼接了 對啊 不習慣被人家稱讚 沒有啦 我覺得就是 人永遠都有進步的空間 所以我也不覺得今天的我有特別好在哪裡 其實 明天還要更好 有一句話我真的 我也經常這樣告訴自己 因為要教誰要學得更好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良性循環 一個很滋養的生命經驗 所以今天我跟 Jamie的互動跟聊天 對我來說也是一個很滋養的生命經驗 很高興能服務到你 是是是 謝謝 Jamie 謝謝你 謝謝各位聽眾 那麼我們今天 台灣獲利世代就到這邊囉 希望你不要錯過這本書 也期待我們未來為各位推出更精彩的內容 掰掰 掰掰